我是陳彥翰 我今年35歲 我是一位在內地 在廣東省地區 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發展的一個香港青年 香港政府其實過去一直都提出了很多一些 對於幫助香港青年上來地發展就業工作 創業等等的一些需求去作出一些政策的扶持 很開心政府推出這個大灣區青年創業計劃 我們公司也去響應政府的呼籲 也都請了三個香港的青年上去內地發展 我希望政府接下來可以更加推動我們香港青年 上大灣區內地城市去就業 希望在我們企業扶持方面 也都可以著出更加大的支持 去幫助更加多的人去參與這個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在我們內地生活創業發展的香港人來說 現在眼前最希望最希望可以完成到的 頭等大事 就是希望可以儘快兩地免隔離通關 第二件事就是希望未來新的特首可以對於幫助香港人 上內地發展創業、內地生活 在一些政策上會更加多不同的扶持 更加多不同的幫助 甚至乎可以在香港提供多些不同的資訊 但是我們也可以說在粵港澳大灣區工作 基本上是經常會在來往兩地 就是廣東省和香港之間 香港有香港的特色 我們內地都有內地的特色 如果將這兩件事好好地緊密在一起 通過很多的交流、網絡、網絡、比賽等 我們就覺得很容易令大家去練成一片 包括我們創辦大灣區的御坊大灣區青年 即業發展出現會 都主要在Focus 集中在交流、學習、實習、就業和創業 在衣機方面想推動整個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的交流和共用 所以我們以後在衣機方面會做得更加多些 即是以後提供多些機會給青年人 那是什麼機會呢 比如就業的機會、創業的機會、再培訓的機會 還有這些機會可能不單止在香港 可能也都在我們的粵港澳大灣區、廣東省 甚至內地 或者一帶一路的 我覺得香港在這方面 其實它肯定會有不同的舉措 因為你在政綱裡面都會看到 我們也都很支持這些政綱的內容 也都希望未來自己都可以出單分力 可以協助到新界政府 在青年工作方面 可以幫到手就幫到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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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